遊客在飯店內享受泡湯樂趣 再配上精緻高檔料理 看得讓人口水直流 交通部为了拯救观光产业 推出国旅补助 希望能刺激民众消费 到各县市入住饭店或民宿 民众到各县市自由行 每个房间可抵住宿费一千元 另外三十岁以下 六十岁以上还有亲子同住 还加码补助到一千五百元 以全家老中亲三代一起出游为例 入住两个房间一晚 就可以省下三千元 原本是利益良善 想要刺激消费 现在却爆出补助款迟迟未合销 因为这个合销的问题 所以导致他们已经有 一月份的盘向都没有收到 业者表示暖冬房案 确实有让业绩成长两到三成 但必须先店钱 直到年前最后一天上班日 一毛都还没拿到 那很多小经营 那个规模的民宿啦 或者是我们旅馆 产生这个周转不灵的这个问题 有业者抱怨经营规模较小 还必须先店款项 造成周转压力 这个年真的不好过 记者曾伟祥 廉家姓徐祥 南投采访报导